這現象我們應該怎麼看 我覺得造成這樣的原因 就是大家搶民生物資 有三個重要的結構的因素 第一個就是人心跟人性 為什麼是人心跟人性 因為我們守住了47案 沒有增加之後 大家都覺得台灣做得蠻好 但一夕之間忽然破百 那個恐慌指數會出現 那我覺得就是說 一般民眾不會了解 從47變到100會破百 這中間的差異在哪裡 不過都是境外移入 當最近留學生跟國人 要回來的時候 風險就變高 確診數也同步增加 這是理性的客觀條件 但是一般民眾所接受到 至於什麼呢 破百了 不是當兵的破百 是確診人數破百 再加上美國熔斷四次 股市崩盤 所以說他內心 本來的安定因素 因為這些資訊的 傳入之後 他的恐懼指數 也會隨時攀升 我覺得這是人性 這也可以理解 但比較麻煩是後面的兩個因素 有特定媒體在帶風向 有特定的名嘴在帶風向 我還是要揭穿這個特定名嘴帶風向背後的意義在哪裡 他說我們這二月份多了一成 多了一成就是三千人 但是三千人是什麼樣的 這三千多人 那這三千多人是什麼黃金數字呢 恰巧就是中國武漢 目前中國肺炎武漢 死亡人數嘛 他就要告訴大家說 臺灣跟中國一樣慘 為什麼一樣慘呢 因為我們有四個關鍵字出現 叫社區傳播啦 所以我要看懂他還說 我不知道原因 我也沒有任何揣測 對不起賈中立啊 基本上是最要不得的 但是我解開他背後的數字的符碼 剛才我們校長比較客氣 對那個記者基本上沒有其他意思 但這家媒體啊或這家報紙 背後的意思啊 就跟我剛才說的唐江龍 一模一樣的套路 什麼一模一樣的套路呢 就是在散播恐懼意識嘛 那一般民眾又如何能夠瞭解說 社區傳播社區改善 而且還訴諸權威 引用了臺大公衛系教授的 那是學術的研究 我們可以尊重 但是呢 當你媒體用這樣的風向 帶出來之後呢 是不是有人就信以為真呢 難道是不是 臺灣現在已經進入到第二階段 就是社區傳播 所以呢陳時中部長 剛才要說信心喊話 第三個是什麼呢 就是假消息嘛 瑞德哥跟我最近都看到一堆啊 老人群 或是那些特定的藍營的群組 都在傳今天呢 醬油也會少啦 米也會少啦 衛生紙也會少啦 泡麵 泡麵啦 麵條啦 我要去買乾貨等等等等 那各位想想看 這三個因素 就是本來就有人心的恐慌 這我們都可以瞭解 信心指數一下子攀升 恐懼因素啊 不斷的凝聚之後 再加上有人在煽動 利用這樣的明星 或是操作這樣的恐懼 他的目的在哪裡呢 就是要挑戰 臺灣的防疫政策嘛 或者是呢 要告訴大家一個 我又用這個新聞字眼 假象 什麼假象呢 臺灣跟中國一樣慘 或是說呢 我們已經進入到社區感染的 這個風險跟這個階段 目的就是打擊啊 政府的防疫政策 我覺得這非常非常要不得